如果用這個團進團出的方法 我們其實業界都知道不會有很多客人 初期的時候 或者是三四團 但是我們就覺得這個方向是非常重要 因為會給到一個正面信息 我們海外的旅客和我們海外的合作夥伴 知道香港現在是逐步逐步放昏著 等他們再去計劃他們的行程的時候 不要將香港迷惘了 我想這個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都有跟政府去說 我們希望可以在11月之內 就已經敲定了那個細節 因為其實敲定了細節之後 就是容許 之後我們都要跟我們海外的夥伴去投組 怎麼有的向來 而我們的時間表 就希望在今年的聖誕假期的當期裏面 可以接待到一些的入境旅客 用這個團進團進的方式 政府看這個 他們基本上那個想法是接受的 但是也都是因為政府 也都要跟不同的部門去溝通 在那個防疫和那個檢測那裡 他們再要去研究多一些的 我們交了個名單之後 我們昨天都有跟政府談過 譬如剛才提到的 那兩個主席樂園 我們的做法又會怎樣呢 還有如果旅客來到的時候 真是一個不好運 中了 然後安排又是怎樣呢 這些我們都還要再商討的